好 院長午安 辛苦 我們今天討論一下這次疫情的紓困總體檢 還有振興的部分 怎麼樣來協助產業升級 我特別安排了今天 特別安排了30分鐘來跟你好好討論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要超前部署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這次武漢肺炎對我們經濟的影響 可能是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可能也比SARS那次嚴重更多倍 所以我們先進入今天第一個主題 第一個階段的紓困討論 一定有美國在日前公布100頁的聯邦政府計畫書 警告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 將持續18個月或更長的時間 美國政府也動用了2兆美元 是史上最大的紓困 也包括降息貨幣政策跟財政政策都動起來了 我們主計總處對這次疫情可能衝擊的經濟成長率 其實之前的態度是比較樂觀的 他甚至都還一直在說會保二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說包括央行還有很多外營的評估 其實這次台灣很難GDP保二 那主計總處跟央行不同調 不曉得我們行政院是用哪一個來做衝擊標準的評估 屬實上我認為GDP保不保二其實在這個階段 基本上是假議題 當然GDP很重要 但是這個至於他能不能保二 其實我們可以下半年我們再來做檢視 那最重要其實說依據這個歐肯法則 經濟成長率每降低兩個百分點 失業率就會升高一個百分點 所以我認為保GDP之外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是失業率 因為這個後面可能會造成這個整個經濟 整個消費停滯的狀況 所以這個失業率可能未來會很嚴重 所以GDP數據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處理內部分配的課題 一般的民眾最切身的是失業率 所以政府應該要救的最重要其實除了GDP之外 還有失業率才是現在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那隨著疫情的升溫對產業的衝擊非常的大 那對台灣勞動的市場會有一定相當程度的問題 就以2003年的SARS為例 當年疫情最嚴重的五月份的勞參率 其實都已經降到57.13% 是史上的第四低 就業人數以政府也沒有到8萬 是史上的第五低 那這次武漢肺炎的確診人數其實比SARS那時候多的是53倍 所以我們認為說現在其實在失業率的部分 更要超前的部署 那勞動部的統計截至3月15號 台灣累計有109家企業實施無薪假 總人數已經達到3835人 比2月底統計增加近2000人 我想這個疫情的一直擴散 可能是我們之前比較樂觀沒有考慮到的 所以實施加速最多的行業是現在疫情 最直接衝擊的批發零售業跟餐飲租書業 我們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做現在目前疫情 對各產業的產值影響的幅度 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評估 如果疫情持續六個月 台灣整體的經濟可能損失超過一兆的台幣 那萬一真的疫情持續了18個月 政府應該要多準備幾套劇本來因應 我個人認為其實應該要升高這個等級 應該啟動一個全方位所謂的經濟的漢光演習 來以這種作戰的態度來面對現在經濟的衝擊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目前都還是在防疫的階段 紓困才剛剛開始 那包括對央行金管會金融界 其實都要做一個極限壓力的測試 來預理台灣因應疫情擴散而產生的產業鍛鍊 還有就是資金外逃的等等危機的因應 雖然說現在已經有600億的紓困預算 還有我們蔡總統在前幾天也 將這個紓困預算要加碼到400億 但是我認為金額多寡不是重點 是投入的資源也沒有實際的到位 我想這個是接下來的重點 那因為我是新科的委員 所以我就認這個郭娃威 再從2月26號開始 我就辦了很多這個相關產業的座談會 也傾聽了很多民間這些產業的心聲 總共有9場從2月26到昨天 那包括這次受衝擊最嚴重的 包括旅館業、旅行業者 還有交通運輸 甚至是最重要的這一次 我發覺真的是 那個可以辦好政府跟民間之間的橋樑 這是我身為民意代表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今年今天幫你宣傳你的政策 因為你說雨路要均沾力竿要建營 不過我發覺這句話其實說的東西做的真的蠻困難的 我發覺跟這些業者座談起來 其實發覺真的沒有雨路均沾 也沒有立竿堅飲 包括這一次的運動產業在一開始 其實在整個紓困的特別預算裡面 跟特別條例裡面 它基本上是被忽略的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這條PPT 其實這些產業的業者不外乎幾個重點 就市金 薪水、薪金、租金、稅金、周轉金 我知道政府都提出了很多相關的方案 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是要協助他們這些中小企業 如果能夠落實得到這些紓困的幫助的話 其實在申請的程序上 還有這些申請的障礙上 應該要加速他們重寬認定 加速他們申請 我們看下一頁PPT 那這個部分是紓困的辦理情形 我因為比較關注中小企業 所以我基本上我已經跟這個中小企業處這邊 調了很多資料 還有包括信保基金 從3月16號起到3月24號值 因為我們這次紓困的十四要點已經出來了 那包括這個防疫千億保的這些相關的信保基金的案子 也都開始陸續的得到申請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 其實我們知道說信保基金在這次的做保證的部分 其實主要受信還是由銀行來去評估 那中小企業他們其實最擔心的說 這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申請的時候 如果銀行不和待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這個東西它是 使用率它沒有辦法那麼高 所以他們最緊張說 包括他們401表的認定 還是說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要 比去年通期減少15% 那很多他們的發票 開得都 12月份的發票 12月份的營業額 它可能是開在1、2月的發票 所以它這個認定上 可能都會有一些時間上的困難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看到的整個在續約展延的加速 申請的加速是324加 那其中核准只有40加 核准率只有12.3% 那營運資金的貸款有236加 核准目前到24號只有9加 核准率只有3.8% 那在振興貸款 就是針對振興的部分 更誇張 200加只有2間核准而已 我知道這核准需要時間 但是你有說立竿要建營 雨路要均沾 所以這個銀行的速度方面 還有它這個核保率也是 相對來講是很低的 那還有在這個防疫千億保的部分 目前我這邊得到信保基金給我的數字 是已經核保了74加 可是我要跟他要申請的加速 他這邊沒有辦法給我 那是不是請這個省部長 告訴我們一下 防疫千億保現在到底有幾家來申請 這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先說 你在說的12.3%那個讚 你怕什麼 因為這現幼的跟銀行 來往關係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比較高 不過12%也是很低的 現在10%很緊 我再跟委員報告 再來刷入新舊的這個 算3.8% 這個就是算這個要營運的 還到後面這個比較低 這個就是要振興的 這就是銀行的態度 所以我們現在我跟委員報告 我每次都跟公政委 都定期來檢討這些案 尤其我們要看 有準的 我們要看他說 為什麼要補回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我才受到很多中小企業的陳情 就是說他們在申請上碰到很多的困難 我們不要說銀行刁難 但是在很多程序上 還有他們這個受信的條件上 其實並不是那麼友善 甚至很多他餐飲業 因為餐飲業受傷是最重的 可是餐飲業通常都是銀行的高風險行業 銀行還是以他受信的標準來去評估 餐飲業有四種類 第一個就是像婚姻結婚那種有沒有 這我就了解 我了解 再來就是餐廳 因為這次你已經說要批示實成保證 批示實成保證的部分 就是說在認定上應該就要重寬要重訴 因為既然已經實成保證代表 代表業者不用提供單保品 那有一些小間的 他可能在報表上的提供沒有辦法 那麼具體 跟還有他的這個 進銷存的這些收據 這些其實我們是不是可以請 中氣處這邊來協助 幫他們跟銀行來做一個 這個條件的保證或是認定 讓他們可以比較容易拿到這樣子的 這個紓困的貸款 不然其實對他們來講 你花一百億的防疫千億保 投一百億到信保 可以貸到一千億 可是對他們來講他是無感的 對 他是沒感覺的 你說的這很有利 就是要對這個需要的人的角度來看事情 所以齁 我們從這個表格 我們其實 你剛才說的就是要怎麼比較鬆 這樣他就是進去救生簽 對啦 因為你既然要救他了 你就不要再卡在這些程序上 因為他對立委等到現在好不容易要點出來 現在行程又受到這個 又受到這個程序上的這個 沒有那麼順利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來講 他們會對政府的信心 他這很多企業 他追加他們到這裡 你不要等他到這裡 你救他就不會有 因為現在最重要 還要考慮到後面的失業率 因為這些都是大量勞工的服務業為主 所以這個部分 拜託部長和議長一定要跟我們特別的照顧 我想齁 是不是 我提供一個建議 加速和保 從寬認定 還有就是說 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是請這個部長 幫我們跟這個銀行端 還有這個中期處 來做中間的協調這樣子 委員這樣啦 感謝 委員這樣 很 很 寫出來這裡的資料 很環境 啊 委員先客氣說你是新科 啊 實在說 我看委員 學有專精 又很認真 啊 一寫就可以對立法院開始 很不簡單 我現在就要 拚十幾年才來到這裡 沒有啦 我跟委員 說的是幾點 對啦 剛才你說GDP 這些多少多少 實在說 全世界 沒有一個世界的準 當然啦 因為 這個疫情在發展中 所以你看美國本來說 怎樣怎樣 這什麼比 所以我們說現在GDP 我們不是說沒有 很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看的就是 失業率 這個部分我向議長報告 我幫你請教一下 就是 我希望說 因為我 針對很多產業 也開過很多座談會 他們又提出很多意見 那我剛剛已經濃縮幾個重點 但是我希望說政府 可以提供一些比較具體的方案協助 譬如說 韓國現在韓國政府 他有一個友善房東計畫 他由韓國政府 帶頭來 減租 就是他一些國有的這些 不動產的部分來減租 然後 鼓勵他們的這些一些 大企業 或者是一些他們這些 社會的知名人士 跟著來一起降租金的部分 這個部分 是不是 議長可以跟我們做一個參考 後來的時候 因為現在 看起來這個疫情 可能不像我們兩個月前 想的這樣子 可能像SARS這樣一劑就過去了 可能要到每年都很有可能 所以這個部分 議長可以跟我們 承諾一下本事 這個部分 委員這樣 我就說 像台北市現在已經有在做了 他的室友地有減租 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我其實要跟委員說 就是說 這樣 這個疫情 就因為他還在發展中 所以全世界沒有一個 說切得準 你看看 像日本本來說 奧運 也如期辦理 結果已經改了 所以 我在想說 就這個疫情 無關我們怎樣 我們就三項 第一項 就是疫情 盡量 可以控制 這個我們台灣盡量 更多努力 越控制好 衝擊就越小 第二 紓困 就是面面俱到 所以希望雨露均沾 第三 就是要快 所以立堪建議 這做 因為 用國中方法主犯 這叫 所有受衝擊的人 所以 有的所在可憐 沒有做到 所以委員 你覺得說 有對打 做得不太夠 我認為信保基金銀行 就是最要把我們注意 如果政府可以做的 代表剪租 先把我們 可以評估一下 可以把 分析一下 委員 我說完整 第一 你如果看對打 做得比較不夠 我們都很謙卑 希望知道 所以委員 你作理說出來 如果銀行 好 因為 30分鐘也低低了 我還有很多要說 我現在在說一聲而已 所以 因為議長你的政策 跟你的執行 部分 我很認真在討論 所以我都了解 沒關係 第二階段 就是說 防疫疏困 在第一階段 現在仍在執行 但是現在才要開始 經濟的超前部署 其實現在才需要 第二階段的產業振興 跟轉型 現在才要開始 其實已經有業者喊出了 我們需要經濟的陳時中 在這個我知道 在經濟的部分 我們省部長就努力 在第一段防疫的部分 功不可沒 本席給予高度的肯定 包括組成這個國家隊的 這口罩隊 但是業者的聲音也凸顯了 光是口罩 其實不能振興經濟 第二階段 省部長是不是能夠 擔起這樣的期待 蘇院長是不是也可以帶領我們 因為這個不是 部長或是院長一個人的事 可能是連院長都要這樣 被民眾要求 超前部署 包括我們現在的產業 後面的轉型 這次我們的防疫 整個防疫的作業 其實也得到國際高度的認同 包括我們的口罩 也成為戰略物資 其實都要有一種 超前部署的產業的安排 例如說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組成防疫國家隊 其實對東南亞這些國家 他們也很有興趣 來跟我們去合作 未來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相關的技術 跟我們這次的經驗 去做一個產業的後續的輸出 我希望這個部分 部長這邊都可以去審慎的思考 未來的這個部分 下一頁 那我們先跟這個院長談一下 最近這個全球的這個大趨勢的巨變 除了這個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 跟這次的武漢肺炎 其實已經出現兩個現象了 就是說現在目前全世界已經進入這個大鎖國的逆全球化時代 過去現在都是全球化時代 大家都是產業的分工 可是現在那個陸續大家都鎖國了 其實都已經已經跟以往的這種作業模式 跟商業的產業的供應鏈的這個運行模式 可能都會受到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世界的產業鏈重組 原本高度集中在中國大陸的風險大增 不少企業都從中國部分撤出 其實從美中貿易戰就開始了 那重新布局分散風險 那我們把它定位成這個可能是一個新冷戰的結構 必須要有雙套經濟的壁壘 那台灣可能在中國跟美國之間的紅色供應鏈 非紅供應鏈 一定會被破二折一的這個選擇 能不能有一個兩面得利的可能 因為我們本來認為這是一個經濟寒冬 但是看起來可能會變成一個經濟的冰河時期 那在這個部分是不是 來請院長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我們要經過這一次疫情這樣衝擊 全世界都不但整個變化同時都重新思考 像以前集中在中國 現在連藥品都覺得被中國掌握太多 以至於很多都沒有辦法生產甚至鍛鍊 第二個很多我們覺得是必須有戰備考量的這一種思維 以前比如口罩就往便宜的地方 等到真正需要像現在歐美很多先進國家 沒有口罩沒有醫療用品 所以未來的經濟可能重組 沒有錯所以這個部分就要超前部署 那我跟院長這邊報告一下 跟你分享一下 現在目前最夯的這個逆勢成長的產業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稱的這個三無經濟 跟四大零接觸的產業商機 三無經濟就是零接觸產業 無人化生產無極限應用 那這個部分當然有遠距醫療 遠端辦公數位課程 餐飲外送 包括我們最近在做的這個外送平台 我們希望可以扶植本土的外送平台 成立國家隊 其實這個審部長 我希望你也可以審慎的思考 我們其實不能一直用製造業的思維 我們這些新創公司共享經濟 還有我們用遠端的這種新的消費模式的產業結構 其實應該要去認真的去用一個比較前瞻的思維 前瞻不是我們的前瞻2.0 前瞻2.0還是以硬體為主 那我是希望說在軟體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的中小企業 涵蓋我們所有企業的97% 那也佔了全國總就業人口大概有70幾% 那大部分還是以服務業為主 雖然GDP是以製造業的成績比較亮眼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要雨入金山 我們要照顧勞工的話 其實服務業的未來的這個思考 包括導入這些AI的部分 其實才是我們必須要真正的去做一個前瞻的一個部署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希望說 一定可以跟我們加強在中小企業的輔導跟協助 這個部分我做個簡單的小結 第一個階段現在針對產業的紓困融資 那第二階段振興更要導入升級轉型的思考 尤其是協助國內的中小企業科技化跟數位化的絕佳時機 我是知道說一直都有在做 不過中小企業因為他的資金還有他的觀念上比較傳統 有的是那個小企業自己可能兩三個就在做了 你不要說工業4.0 他可能連工業2.0都還到不了 那這個部分政府怎麼樣去協助其實是最重要的 這裡我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我們從中小企業就自動發生 給他智慧化 智慧化之後比較順序 我了解 沒錯 不過你都是那個生產智慧化 我想有很多東西是要跟這個智慧經濟去結合 譬如說 對 沒關係 其實我們海外台商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包括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全球188個地區商會 75個國家 全球有4萬家的企業會員 這個是撇除中國大陸以外的台商 都是我們這個系統的 那包括我們東南亞的台商就有2萬多家 其實我們應該要善用大數據 這個大數據去收集 除了我們國內的這些相關的系統的資訊之外 其實各地各國東南亞各國的這些相關當地的消費醫療 還是說他們 這個國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相關的數據 都要去透過台商網路收集 這個部分院長你同意嗎 對 所以說 既然說海外中小企業也握有龐大的當地市場相關的數據 我想海外是沒有分草野 未來無論是要進一步設立大數據中心還是國發會的數位 數據交換平台 應該都要把海外中小企業這部分納入 這個部分你有同意嗎 對 海外這實在是很好的 一個我們可以運用的主案 也應該 不過說真的 海外台商這塊 我們中國台商是屬於陸委會管理 我們海外台商是屬於超委會 這層級跟經濟的部分都不相關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未來院長跟部長這邊可以 幫我們加強在海外的中小企業台商這邊的這個 相關的協助跟管理 包括我們要成立的這個 這個產業大數據平台的話 應該都要把他們去納入去考慮 這方面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的外觀 我們的外觀 我們的外觀 基本上是透過外交部 裡面有經濟做僑務主 跟教育部也都有 所以這個部分有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替海外台商做的 真的也不是那麼多 但是在經濟實力的延伸這一塊 我希望我們以後可以拉高層級 是不是由經濟部這邊 來協助海外台商 包括我們這個一些大數據的收集 我們看一看 下一張 我們看一看 我們說外面不好 我們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越南是我們台資投資最多的一個國家 可是光是我們投審會掌握的資訊 台灣這邊 那個到越南投資 我們台灣這邊投審會是有627件 那總共是大概100億美金 那越南政府那邊的官方 計畫與投資部這邊統計的是 314億美金 那總共有2589件 這數字差很多 所以這是不是代表我們經濟組 在海外的這個相關的資訊掌握不足 這我會把委員報告 政會我們跟外南籍投資保障協定 我知道比我會 這個來講 我已經把計畫投資部政會的部長來看我 我們會來協助 沒有 這一定要掌握 沒有 大家都說海外台商是我們 國立 經濟國立的延伸 但是連資訊都沒有掌握好 沒有 這怎麼會跟我們台商會 這裡來協助 這會你放心 沒有啦 協助的位 因為基本上 在這個協助的層級上 我們應該要再提升 好 所以接著就進入我們下一個主題 這是我今天的重點 因為我覺得中小企業很重要 我們國家的經濟還是以中小企業為基石 我們海外台商其實 但是一般的大企業也不太會加入我們台商會 我們所謂海外台商基本上都是還是以 如果以數量來講還是中小企業為主 所以我認為應該要擴編或成立 中小及創新企業署 把這個層級提高 因為中小企業署目前只是屬於這個政策執行的單位 那中小企業署基本上它的業務範圍也沒有涵蓋到海外的台商 海外的台商基本上是以 如果以這個東南亞這邊是以投資業務處跟喬委會來協助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就是說 院長跟部長可以很認真的正視這個問題 是不是來考慮 如果說我們說 台灣的中小企業是我們經濟發展的基石 那我們對在政府的層級上跟資源的配級上 是不是應該更拉高一個層級 尤其我們現在又說要創新創業 包括這個青創總會都已經改成全國創新創業總會了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與時俱進 然後我們來一起為台灣的經濟打拚 來委員我幫你報告 我們現在未來 該做之後 我們是跟中小企業署 該做中小新創新創的發展集 不是數而已 就是正正跟推動 你叫我 我變得好這樣真的好 這樣這台你有超前部署 這樣我還拿這些中小企業給你感謝 不過我是覺得說 中小企業跟新創公司之後 海外的這些台商的中小企業 你也要把他納入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具體 因為我們台灣還是一個島國經濟 對外的這個貿易跟我們這個供應鏈的整合 還是這些台商還是非常重要 針對這次的疫情 我也認為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不管說在人口啦 經濟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 具有一個中型的規模啦 中型的經濟個體 其實我們的內需是可以餵飽我們所有的人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應該透過這次的疫情 院長應該要把我們台灣思考成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創新的沙河 我們譬如說我們的無人車的發展啦 自駕車的發展其實都可以在這一次 還有包括我們這次的數位經濟 我們的本土外送平台跟我們的店家合作之外 其實也要把數位區塊鏈跟這個虛擬貨幣的概念導進去 其實泰國4.0泰國政府他們的官方銀行 都已經在做這個虛擬貨幣的部分 其實應該做一次的產業的總體檢 把我們所有應該要後面要發展到的數位機器 都要包裹進去來去思考 這個是我希望院長這邊可以答應我們的 院長你同意嗎 這沒問題 以我們經濟部這大家目前 我們的無人車的條例 那就是一個沙河的條例來做試驗 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出口討論 好 最重要的 現在台商回台一定是之後會 那個趨勢會更多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拼經濟也要拼減碳 夠百度也要夠怕孫 所以台商回台的用地需求 那我也是希望說院長 要幫我們注意一下 那你也支持這個拼經濟也要拼減碳 拼經濟也要夠怕孫 這句話嗎 院長 你有同意啦 請問院長 行政院有沒有跨部會來盤點 就是說預期今年還有多少台商會回台 他會新增多少用電跟用水 因為五缺的部分還是我們的產業最關心的 那老實講五缺的部分 讓經濟部這邊一直回應我們說沒有問題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不同產業的需求 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請院長給我們回應一下 是否在新版的國土計畫中 有沒有預先規劃的用地需求 這與台商回台這個部分 我來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位於籌謀 對我們中華伊南六的館市 每一個館市台庭都四出兩百公斤出來 這就是要來迎接我們台商要回台台 這裡有錢的土地 好沒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我沒什麼時間了 我再給你報告一下 因為我希望說政府的施政 不能憑感覺要實事求是 因為現在台商回台也一年多了 你號稱有九千多億 但是其實很多是國內的擴大投資 那基本上的話 我希望說做一個總盤點 就是說到底我們政府 希望哪一種台商回來 那要有一個評估的規劃跟報告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也不希望 就是說這些高污染高勞動力 低技術的台商回來 我們還是希望要做一個產業升級 前瞻性的一個發展 包括說農地農友跟財團圈地的這個部分 台糖的地我相信是很多人在相信 那其實我在3月19號也有詢問過 這個在經濟委員會也跟這個審部長 農委會的陳主委都討論過這個議題 當然你們的意見有一點不一樣 那這個台糖是表示沒有意見 那農委會的那個陳主委是說希望可以如此 我們審部長是說不可以啦 因為這個在台商回台需要土地蓋工業區 需要有台糖的土地要配合經濟的發展政策 那當然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場沒有錯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教蘇院長 台糖的主管機關如果從經濟部來改為農委會 你的看法是什麼 那經濟部創作很好 你覺得經濟部就可以了 我請教委員報告就是說 牛市的問題跟經濟發展市的平衡 這些我都會注意啦 你覺得說我們總要把四季牛市來 當然啦 所以你要有台商回台的產業評估報告 你到底要什麼台商回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也可以參考新加坡的這種總部經濟 你鼓勵他回來設立企業總部 那進行這個高端技術的研發技術 還有這個專利品牌的這方面 人才的這個研發嘛 那導入一些我們這個新的這個數位經濟的模式 過段的加工放在這個東南亞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弱勢 因為你不可能都電子業回來嘛 你中國大陸電子業回來他有他的需求 可是一般東南亞的台商 他們相對來很多是傳統製造業 那技術門檻沒有那麼高 利率比較低 那我們加上我們的FTF覆蓋率又那麼低 他回來的意願當然就不那麼高 但是你總要讓他有一個回家的路吧 我給委員報告 我們在強調高科技 是合物業也要基本的製造業 你要像這位新加坡 有合物業跟口罩 所以我覺得我對經濟部的一些建議 就是說希望一定 要把製造業的思維跳脫出來 我轉向服務業 製造服務業 要輸出到國外 要有這樣的概念 好最後30秒問一個民生議題 那是早上收到陳情 政府強調口罩一千三百萬 到底都去哪了 為什麼二月還能出口千萬片 但民眾天天還在排隊 網購也要抽籤 那口罩的分配數量跟調整 是否每天能夠公開透明 讓民眾安心 這個部分是不是 現在沒有要抽籤啊 沒有 沒有啦 二月的時候還有兩千 那個 還有千萬片的口罩有出口 這個部分 因為什麼 既然都產了 已經到一千三百萬片一天了 那為什麼我還常常看到大 謝謝區委員